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来水公司第一区管理处表示 将在8月6号星期天晚上10点开始 停水到8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 影响范围有中正区 信义区 仁爱区 中山区 安乐区 会采取高地停水 平地降压的方式 提醒市民朋友及早储水备用 自来水公司为了要强化我们基隆市中正区 那信义区的供水稳定 那预定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 也就是8月6号晚上的10点 到8月7号的晚上9点 总共23个小时要做一个新旧管的联络 那停水期间那请用户储水备用 那也把抽水机的电源把它关掉 避免那个马达烧坏掉 这个工程当初新办的缘由啊 是为了要加强我们基隆市中正区 跟信义区的供水韧性 那去年因为干旱的关系啊 那供疗双吸的水源不足 那造成短时期的中正区信义区的高地的用水 那有不足的现象 那我们为了要改善这个供水韧性 所以我们就埋设了这一个中一路的砖管 当供疗双吸的水水源不足的时候 就可以运用我们水库的库存水 来支援我们中正区跟信义区的用水的需求 水公司表示这条管线工程完工后 可加强未来中正区信义区的供水稳定 这次停水的详细资讯 也欢迎上自来水公司网站查询 记者黄润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下笔不要害怕 最多就是包胶而已 可是如果你画画的时候非常小心 你那张画看起来就是 怕得要死的一张画 看都看得出来 看王杰老师水彩速写 画下淡然古道上百年土地宫庙 透过艺术绘画 开启与自然的对话 这次就是要带大家来体验 淡然古道里面的自然风光 那我们就是透过画笔的方式 一边走一边体会 然后在画画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更深入地去理解 或者说记录 你在这边所感受到的一切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清净自然跟贴近历史的一个方式 与艺术家一同探索自然美景与意境 并在创作中寻找属于自己的艺术灵感 每个人的土地工创作都展现了传承的力量 挥洒创意 卸购文化传承 更可探索秘境步道 透过学习型城市计划 让新与这片土地 文化有更深度的连结与认同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导 从采集大自然开始 学员们用手慢慢捏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器皿 摘取在地植物拓印 创造与自然相互拥抱的幸福仪式感 我们就是还蛮喜欢以基隆的样貌 大自然的感受 然后我们来呈现与跟陶土的一个连结 然后我们带进到我们的课程里头 那我们会就是结合自然跟陶土 就是在这块大地上去做一个创作 基隆子弟张浩燕 创作的陶艺作品 出矿豪迈 欢喜中带有原况感 获奖无数 这一次与老婆凯旭回到基隆 在绿竹园农场教陶艺创作 享受与大自然的对话 我想要将陶艺的这个技术 然后带回基隆 然后让基隆的人 也可以体验陶艺这件活动 夫妻俩撰写七年投入公共服务计划 获得补助 在敲山声轻农的支持协助下 带着来自各地学员 拥抱不同的创作模式 我们有台湾朋友带我们来参加 很期待 也有点难 但是也很好玩 我来不及 用这个碗去饭 我今天做的是小花瓶 过程也是有点难 因为毕竟是第一次 但是就是在这过程中 就会觉得 可以感受到那个细细慢慢的 那种生活的感觉 看望他们非常棒的作品 大地之社 有得到绿工艺的奖项 其实那会让我想起 我以前小时候 在基隆的山跟海 观察那个自然万物的颜色当中 浓缩在一个小小的陶艺作品 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基隆 也有这个机会 能够青年回乡青年回流 把我们基隆的非常棒的陶艺师 然后带进来基隆的自然场域当中 进行生态教学 然后他们非常棒的一点是 他们使用了柴烧窑 然后那个右舍是取自于 我们竹子的灰烬 等于就循环再生 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 简单简碳绿生活的概念 远离城乡 在农场空间创作 让人感受与环境的连结 好好的呼吸 感受基隆这一片土地 还有两次课程哦 一样要带学员 在大自然怀抱中 进行沉浸式的陶艺创作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一起来参与山海实践 与你同在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民众站在人行道上 一旁就是公车站牌 等公车民众 不管夏天还是冬天 都要像这样站在人行道上 虽然骑楼可以暂时躲太阳 但就怕一个没注意 就会错过班车 因为这边路况 这边路啊 那边高低啊 有的年纪大 他们上来出来 跑上面上来啊 有下雨天的话 他们也是要过来这里面啊 这边长期没有那个后车停 致使很多民众来跟我反应 因为这边刮风下雨的时候 后车非常的不方便 经常会日晒雨淋 市中心一一路95号前 公车站牌 市市区搭车热点 每天都有上百位民众搭车 不过长期以来 这一站都没有后车停 民众搭车要日晒雨淋 市议员蓝敏黄争取设置后车停 邀及公车处等单位现场会刊 经过我们的讨论 那公车处认为这个点的确有必要 因为它紧邻市区 而且它是它的所在位置 刚好又是健保局的所在位置 的确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里进出 那我们会看到结论啊 决定在这里设置 争取新式的后车停 将来会结合电子化的设备 未来就可以提供民众更好的后车环境 同时也可以避免日晒雨淋 最重要的透过电子设备啊 那么民众就可以精准的掌握到 公车到达的时间 我想这个建议非常好 那经过会刊啊 相关经费啊 出估大概要50万 那这个部分我已经决定请民政策动用零星工程款全数来支援 是因为有配合这民众的需求 我们这会在这个信武路口做一个后车停 那它的背板会保持这个汽油的空旷度 那也会有适量的雨遮 让民众在后车的时候不会有受风雨的影响 那我们这边也感谢这边议员帮我们赞助这个 智慧型后车站牌 让民众可以知道等车的时间 这一站将兴建新式后车停 考量空间不足 将不会设置座椅 不过对于民众来说 后车不在日晒雨淋 后车环境将更舒适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和最强眼镜行的老板 以及长辈们一起戴上流行的墨镜又潮又帅气 这家新开幕的眼镜行店里面 有着各类型新款的眼镜和墨镜 以及各式艳光仪器 内部装潢完全不输任何一家眼镜行 但是这家眼镜行为什么是最强呢 因为它靠近山那边 也就是七堵百辐社区沿着石建路往笃南地区 右转是五堵交流道上高速公路 而直走则是一般手之 弯曲路段货柜车又相当多通往有类地区的方向 这家眼镜行就在这个弯曲路段的路边 没有张大眼睛看 很容易忽略眼镜行的招牌 这也让前往祝贺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惊喜又佩服 那我当时有问她说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在这边开店 她有她的独到的一个思维 因为随着这个时代趋势的一个改变 现在很多都是用网路 网路一些订购 网路的服务 那我还有之前有听她说 有经过社区的 我们这里有两个集合制度 一个是绿越山庄 还有一个是那个立井社区 那有民众经过这里 很惊喜说 这里怎么会有一家这个眼镜店 想要进来里面就是看看 我觉得这个未来不一定 未必不是不好 所以我很谢谢您有这个发心 让我们这个老旧社区能够活化 相信未来这个整个 因为你在带动之下 可能未来我们这个 很多的老旧的一些民宅 可能也会像你这样的一个活化 让我们这个社区带动起来 对于眼镜行开在一般人 认为比较偏僻的地点 老板却不担心 因为这里是组错 可以趁机活化老房子 门口和旁边又好停车 而有类里面又有两个大型社区的人口 因此老板不担心 反而看好这里的生意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呢 这边算是家里的就是老房子 那也有想到就是说 把这个老房子做一个活化 那再来就是说 这边考量点 第一个比较好停车 对然后这边就是说 过来的话南来北往 就是说或者是说 为社区或者是有类里面的居民 都可以做一个服务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也希望就是说 因为这边算是比较 时代久远的一个房子 一个小村落 那也希望就是说 借由这样子 看能不能让这个小村落能活化起来 主要也就是说 因为本身来讲就是 也算是国考合格 然后政府立案的 验光所跟验光师 那也希望就是说能替 百福社区这边的人民做服务这样子 在这里已经住了三代人 身为第三代又具有专业 验光师执照 过去二十多年都在外县市 从事眼镜行工作的老板说 回到家乡 又在主厕开设眼镜行 除了实体店面 也会经营网路生意 就是希望做到最好 服务在地相亲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你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请请下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 业医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求职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找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晚上九点 即用第四频道 欢迎市政 送回来 由于卡努台风 非常有可能侵袭台湾北部地区 市长谢国良也特地在中正区模范父亲 极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中 提醒市民好朋友做好防台准备 吐到卡努台风 我相信大家的作息也都稍微的要去做一些调整 今天下午除了李林会议以外三点钟也要跟行政院有一个视讯对于台风的防台防災进行努力 父亲且前夕中正区在中正区公所大礼堂举行112年模范父亲 即好人好事代表表扬活动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志伟 市议员蓝敏黄张浩瀚许瑞慈 以及民进党立委参选人郑文庭市议员都亲自出席参加 市议员吕美玲以及陈明健 则分别指派服务处人员出席 恭贺27位分别由中正区个礼办公室 以及原住民推举出来的模范父亲和19位好人好事代表 市长谢国良特别用国台语双声 感谢中正区个礼的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对家庭和社会的表率 我们各位我最敬爱的中正区的里长 各位最爱的我们的爸爸们 还有好人好事代表 所有的今天来参与的各位贵宾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市长宏 很荣幸也很开心 能够跟中正区最伟大的爸爸们 欢庆我们的父亲节快乐 在这边还是感谢所有的爸爸们 您的辛苦 把小爱爸爸最清楚 所以你们真的很了不起 也非常地感谢所有的好人好事代表们 感谢你们在中正区立下了良好的示范 我们会永远的感激永远的感谢 最后祝大会圆满出力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基董事议会议长同志伟同样用国台语发声 并且借用星云大师说过的话 感谢受表扬的模范父亲和好人好事代表 对家庭及社会的贡献 小爱爸爸谢国良市长 他其实本身也是一个模范父亲 也给谢市长一个掌声 所以我最后要跟大家说 其实今天的主角 是我们在座各里的模范父亲 拜托大家用最热心的掌声 好像爸爸都给他庆祝一下好不好 非常感谢每一个父亲 在照顾每一个家庭 我们中正区的代表 今天有一个模范父亲 姜铁良先生 97岁 还在为地方奉献 感谢我非常漂亮 这样好不好 这让我想起这个幸云大师 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欢喜 给人方便 我们向各位学习 也希望未来 我们共同成为 引领基隆 幸福的前进力量 创造幸福 守护幸福 延续幸福 一代一代 传承我们基隆善的循环 再次感谢我们在座的模范父亲 还有好人好事代表 你们都是基层 邻里最美的风景 中正区以你们而伟大 基隆以你们而动人 祝福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在模范父亲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家眷 等人陪同下 一起和市长 议长以及议员们 何以留念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壮观李六千户 对外交通 唯一合法的道路 乐利二街62项 地方上反映道路狭窄 希望能够透宽 提升进出车辆的安全 另外也希望妥善规划行人行走空间 在我们乐利二街62项 这个出入口 也就是壮观李唯一 我们合法的一条道路 因为出入的时候 因为非常的狭小 所以两部车要汇车的时候 都非常的不便 都要减速慢行 希望说在旁边的这个 人形步道 因为铁栏杆的这个步道 已经长年失修 没有人围养 我希望说市府能够规划 把这个铁栏杆的这个人形步道 能够拆除 拆除以后 让我们这个马路的路幅能够变大 两辆车来汇车的时候 就会比较的安全又方便 因为现在壮观李 目前都是小型的巴士公车在行驶 像506的公车 虽然是大公车 但是都是往后山的 迈进路三项的方向来行驶 没有从这条路来经过 如果这条路来拓宽的话 我也期许说506的公车 大公车也可以从这条路来出入 我们壮观李的需求是 希望能把道路这个拥挤的部分 可以拓宽 那并帮我们增加一个人行 行人通行的道路 让我们行人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可以更加的顺畅 这条人行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常常会有那个土石流 从那个山壁下来 所以要常常清理 所以那条路现在是目前 几乎很难用 行人目前其实都是走 我们里面这条比较多 我们的 我们居民这条 我们的社区的大路 在三米里这边是希望说 人车分流 在这边的话尽量就是 人行走的话就是走 住在去这边 那靠近道路那边的话 就是按照单约居然 有点拓宽 那现在人行动线已经规划到 就是往就是 有住宅的这一侧 在引导大家往这边走 所以相对的就是在行人的安全上面 有更提升了很多 那也相对的说因为另外一边的人行道 他没有连贯的关系 所以他的使用率就下降了 那所以在今天凯玲也提议下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人行道的部分 再作为拓宽使用 对于在地的需求来说 真的是更有效的利用 针对民众所反映的问题 市长谢国良也在公务处长的陪同下 到现场亲自会刊了解 公务处也说明 整体的道路拓宽改善计划 本来的那个车道是5.6米宽 会变成7.1米宽 拜托关了的时候 就变成两个车道各3.5米 勉强符合那个直线车道的一个宽度 我们今天很谢谢 包括郑凯玲议员 吴华嘉议员跟洪森永议员 今天都来我们乐立二街62巷来会看 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国门 那刚刚公务处已经有一个说明了 我们也感谢郑凯玲议员在内 把自己的这个配合款 就是大家来协助来共同办理 那也谢谢两位议员 今天也共同来勘察 那我们就是要把车道做调整 然后把人行道很清楚的改造出来 然后让行人有一个比较安全 舒适的地方来行走 透过议员里长和市府的携手合作 希望让改善工程顺利早日完工 让当地进出的人车更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李亮杰 基隆报导 基北北桃一二零零都会通最华赛 基北北桃一二零零都会通上限33天 截至七月底所有运具使用人次数达三千零五十四万人次 并且工具主要以捷运及公车占比高 基北北桃四市持续努力打造永续的绿运输环境 台湖天四个市市长仍再度合体推广 短短的一段时间 基隆市已经有超过三万人以上 在使用我们的一二零零都会通了 这一整个人口来说 其实就是超过百分之十 然后以通勤人数已经接近半数了 所以我想能够在一两个月以内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真的是有赖于所有团队的一个费心费力的一个整合 那当然我们期待这个比例会越高越好 因为对于基隆市的通勤族来说 真的荷包省很多 真的可以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 跟更好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效益 所以我想这诚心感谢 就是所有的团队大家一起努力 让我们的通勤朋友 尤其是基隆的通勤时间也不算短 大家都了解 我们基隆也是外出通勤工作 全国比例最高的县市 所以我们一起努力 感谢所有交通团队们的共同努力 我们今天最新的数字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一二零零都会通推出以后 已经突破了三千万人次 而且销售已经超过了五十万张 交通局限局长跟我讲 我们原本预期从七月一号到现在一个月 可能是四十二万张 我们已经超前达标 而且相信未来一定会超乎我们的预期 让更多的市民朋友来使用一二零零都会通 那其实最近我也碰到很多的市民朋友来跟我讲 他说他以前原本是骑摩车或是开车上下班 现在改变他使用一二零零 他觉得非常划算 他说他不只省下油钱 停车费 后续的保养费等等 他觉得太划算 那另外 最近我也在网路上面 PTT很多人讨论 一二零零都会通 哇真的神很大 大家也许还记得 那个时候没有一二零零 那个时候是一二八零 所以其实是由地方政府主动 因为整个大区域的需要 所以主动来发起这样的共同治理 所以刚刚我们博文主任委员 以及我们几位市长所讲的过去 这么辛苦 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有效率 把这个整个系统能够提升到 我们7月1号能够来推行 来推动 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开车划算吗 如果自己开车的话 当然算一算 一二零零绝对是划算的多 我想现在已经突破了五十万张 我们的T-Pass 我们的交通局长告诉我 这两天的数据已经到了 五十七五十八万张了 眼看的应该很快会突破六十万张 刚才李博文李董事长也提到 开学以后还会有另一波的这个上升 突破六十万张我想也不用等它开学 但是开学以后到七八十万张还会继续往上爬 这个是绝对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桃园的大众运输正在处于这个 怎么讲呢 就叫它转股或是转大人的一个阶段 桃园不像双北 目前只有一条捷运 这条捷运当初其实是一开始是为了机场捷运而做 那么也就在前天礼拜一 我们在机节的这个最后最往中立那边的一个新的站 叫做A22的老阶西站也启用了 这一站的意义非常的重要 它是把这个捷运带到了中立的最中心的地区 如果要去中立吃夜市 逛街其实新的这个A22的这个老阶西站 就在旁边走路几分钟就可以到刚刚讲的夜市也好 商圈也好 这个对于中立来讲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为什么讲这个车站的案例呢 因为这个车站启用以后 我们连带的我们的公车路线都需要做调整 我想也不只是这个A22站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T-PAS启用以后 造成了对桃源来讲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正面的影响或说挑战 这挑战我们非常乐于面对 我们所有的公车路线都要重新检讨 来配合新的大众捷运 大众运输的新的形态 这个我想我们是接下来的挑战 那么最近也有大众运输的学者说 他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这个T-PAS能够降低我们私人运具的比重 那么降低私人运具的比重就是最后一里 其实在双北来讲公车的路线非常密集 其实最后一里大致上已经不是问题 另外双北市部分公车外貌也涂装都会通讯息 民众若拍摄到公车身影就可以参加抽外面买不到的都会通纪念Yoyo卡活动 欢迎民众踊跃参与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勾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 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驾活动官网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雇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 或依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哦 还有还有 重置房片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身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